地壳,地球内部由内到外分为三层,地壳,地脉和地烧,我们可以把地球想象成一个鸡蛋,地壳就好比是蛋壳,流动的地外就好比是蛋清,地壳就是蛋黄,含量最多的八种元素是氧,硅,氯,铁,铁,钙,钠,钾,钾,铁,两种非金属元素,六种金属元素,含量最多的元素是氧, 它占总重量的48.6%,其次是硅,占26.3%,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是氧,地质结构,上层化学成分一样,硅,氯为主,平均化学组成与花钢岩相似,成为花钢岩层,亦有人称之为硅氯层,此层在海洋底部很薄,尤其是在大洋墩底地区,太平洋中部甚至缺湿, 是不连续圈层,下层复含硅隔美,平均化学组成与玄武岩相似,称为玄武岩层,所以有人称之为硅美层,在大陆和海洋均有分布,是连续圈层,地壳厚度,地壳是地球固体地表各造的最外圈层,整个地壳平均厚度约17千米, 其中大陆地壳厚度较大,平均约为39,41千米,高山,高原地区地壳更厚,最高则达70千米,平原,盆地地壳相对较薄,大洋地壳则仍比大陆地壳薄,厚度只有几千米,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地壳最厚的地方,厚达70千米以上,而靠近赤道的大西洋中部海底山谷中,地壳只有1.6千米厚,太平洋马里亚那群岛东部深海沟的地壳最薄,是地球上地壳最薄的地方,地壳运动,由内营力引起地壳结构改变,地壳内部物质变味的构造运动叫地圈运动,通常所说的地壳运动, 实际上是指岩石圈相对于软流圈以下的地球内部的运动,按运动方向可分为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,地壳运动以水平运动为主,有些升降运动是水平运动外生出来的一种现象,水平运动只组成地壳的岩层,岩平行于地球表面方向的运动,也称早山运动或者正运动, 该种运动,常常可以形成巨大的褶皱山系,以及巨型凹陷,岛湖,海沟等,垂直运动,又称升降运动,造陆运动,它指岩层表现为,隆起和江陵区的下降,可形成高原,洞块山极凹陷,盆定和平原,还可引起海侵和海退,使海路变先,板块构造说,板块构造, 又叫全球大地构造,板块是岩石圈板块,包括整个地壳和墨后面以下的上地幔顶部,及地壳和软流圈以上的地幔顶部,大陆只是传送带上的乘客,板块构造学术认为,岩石圈的构造单元是板块,板块的边界是阳中脊,转化断层,俯冲带和地峰和线, 由于地幔的堆流,板块在阳中脊分离,扩大,在俯冲带和地峰和线处下冲,消失,全球被划分为,亚乌板块,太平洋板块,美洲板块,北洲板块,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板块等六大板块,期间还有一些小板块,如可可板块,直立板块等,板块构造理论强调板块的大规模水平运动,板块可以产生,生长, 小王,而且这种变化可以定量预测,刷皮恐固,0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,A,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,铜,B,内蒙古境内最大的湖泊,呼伦湖,C,最早发现X射线的科学家,伦琴,B,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,青海湖,答案A,这些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前五位元素是氧,硅,铝,铁,铁,铁, 其中,氧式非金属气态单质,硅式非金属固态单质,铝是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,02下列关于地球特征的说法中,错误的是,A,大陆地壳上层的主要组成物质是硅和铝,B,由地球内部隐蔽引起构造变动,而发生的地震属于火山地震,C,地球上的各个板块都是变动的, 它们都在了地脉软流层上做飘移运动,B,地球上的大气,最初是从地球内部喷射出来的,答案B,近期地震的运行主要有两种,一构造地震,由于地壳深处沿层错动,破裂所造成的地震称为构造地震, 这类地震发生的次数最多,破坏意义最大,约占全世界地震的90%以上 二,火山地震,由于火山作用,如沿江活动,气体爆炸等引起的地震称为火山地震,只有在火山活动区才可能发生火山地震, 这类地震只占全世界地震的7%左右,所以由地球内部引力引起构造变动,而发生的地震属于构造地震, 顾本期答案未必选项,03,关于板块构造学说,下列说法错误的是, A,六大板块是针对地球表面陆地板块部分的划分,B,建立在大陆飘移和海底扩展学说的基础上C, 喜马拉雅是由两大板块碰撞击压形成的B,火山,地震等地质灾害,主要是发生在板块边缘, 答案A,解析A选项,萨维尔勒皮雄,在1968年,将全球地壳化奔为六大板块,太平洋板块,亚乌板块, 北周板块,美洲板块,燕渡阳板块和南极洲板块,其中除太平洋板块几乎全为海洋啊, 其余五个板块,既包括大陆又包括海洋, 顾A选项不正确,板块构造学说是在大陆飘移学说,和海底扩展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, B选项正确,喜马拉雅山脉是由燕奥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形成的, C选项正确,火山,地震到地质灾害,主要发生在板块边缘, B表述正确,因此本体选择A选项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